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不能怪人家 毕竟是生意人嘛 大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首先 计划不能变 得把韬儿推上第一位 宣布她是代家的主人 没错 那丫头自称是代家的女儿 可未必有人相信 二少爷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啊 不 只要戴庆豪还活着 涛儿就不是代家唯一的主人 你是说杀了戴庆豪 这 不行 你们不能动她 涛儿 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娘 我没事了 爹 你不要伤害老爷子 涛儿 你 你还把她当成父亲 不 不是的 她又不知情 你们何必要杀她呢 别说那么多了 我留下她就是祸害 大年 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她的 她是无辜的 怎么 连你也同情她 小梅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能有妇人之人 你们要先学会的就是残酷 爹 我求求你了 草儿 你不要杀她好不好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要不是半路杀出个严小蛮 我怎么会改变主意 怎么了 这么点小事就起内讧了 我可不认为 留着戴庆豪 对咱们任何人都有好处 我相信 岳先生也是这么看的 娘 我们不要让步好吗 让步 你还敢怎么样 万一岳先生抽了银根 扩建中的棉纱厂势必停工 到时候代价受得起那种损失吗 事到如今 代价的损失就是我的损失 所以我告诉你 戴庆豪必须得死 你给我闭嘴 草儿 你别以为自己杀红了眼 我们就要跟着你当凶手 我杀人还不是你爹指使的 这叫生意 这叫买卖 这叫营货 这叫营货良起 懂不懂 好了 李淳 草儿 回房去 别在这儿挨手挨脚的 涛儿 你过去劝劝她 想要告诉她 要认清事实 去啊 李奎 你必须设法找到 颜小丸的藏身之处 这事简单 你就交给我吧 我回去以后 先把小温放来 然后派人暗地里跟踪她 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 我就能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了 很好 找到之后 一个都不要放过 你放心 不会放走你一个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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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向你们妥协了 你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老爷子 难道 难道你们非得让我眼睁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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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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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 戴清豪 是该行动了 以免夜长梦多 走 大年 涛儿 你自己去跟天说吧 爹 我错了 涛儿 你也知道你错了 孩儿刚接管代家 还一时不能适应 孩儿 现在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必须下狠心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让我去 去哪儿 你不是想杀了戴清豪吗 就让我去杀了他 你 见了他的面 我会先谢谢他的养育之恩 跟他说道歉 然后 亲手杀了他 涛儿 你真的下得了手 你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缺少这个决心吗 现在 我有了这个决心 大年 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这 你 李叔 你有枪吗 会用吗 不会 把枪口对着人 扣下扳机就行了 孩子 你真的下得了手 不 戴清豪在哪儿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我 带清豪 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爹 你还好吧 我还好 怎么 他们连你们母子都不会放过 这个信扬的 他居然 他居然敢背叛我们代家 爹 走 走吧 你在干什么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呀 爹 谢谢你 孩儿很后悔 以前没能好好地孝敬你 你在胡说什么 你赶快起来呀 我告诉你 陶儿你别怕 这杨大年 他不就是要钱吗 只要他答应你 他不伤害我们 我钱可以给他 我可以放弃所有的一切 我只想好好享受天伦之乐 陶儿 再过几个月 你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吧 爹想亲自照顾他 帮他换尿布 陪他玩 逗逗他 所以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些事情 爹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了 为什么 这些都来不及了 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来不及 因为 我不是你的孩子 我姓杨 不姓黛 你在胡说什么 什么你姓杨不姓黛 是 我姓杨 我姓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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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杨大年的 小梅 这是怎么回事 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 你 老爷 坦白地告诉你吧 涛儿的确是我和大年生的儿子 你 所以你和杨大年 是一伙的 你们早就串通好了 没错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过来 爹 可以动手了吧 你们想杀了我 不是我们 是他 涛儿 你 少爷 该谢的谢过了 该道歉的也道歉过了 可以动手了吧 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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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人 听到没有 我叫你放开他 少爷 您这是 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爹 但是 我一直都把他当亲爹看 少爷 您考虑好了吗 放开他 放开他 开枪啊 开啊 你不要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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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哼 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声 带走 走 快走 快走 放开我 走 少爷 放开我 你没完成的任务 由我来替你完成 你们放开我 等一等 夫人 您这是 没用的东西 你要昨天跟你说了一碗 你还听不懂 还执迷不悟 李逵把枪给我 夫人 您这是要 不行 我是一点都不行 毕竟他是堂堂的代家男主人 我要让他死得有尊严 老爷子 我们是逼不得已的 我们母子俩欠你太多 若给你化成立规 就尽管来找我吧 李逵把桃儿带走 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一幕 带走 你不要 走 走 快走 走 爹 娘 快点 放开我 放开 我不走 走 快走 放开我 走 走 放开 放开我 偷儿 放开我 偷儿 爹的孩子 你是爹的孩子 放开我 爹的孩子 你放开我 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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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想到 我带庆豪 会毁在两个我最为信任的人手上 小妹 你害得我好惨了 对不起 你真觉得对不起吗 小妹我问你 过去这二十年来 你可曾真心爱过我 或者说这二十年来 你自始至终 都是跟我作戏 你自始至终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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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李逵没有告诉你们吗 等我见到老爷子的时候 我告诉他 就算我不是他亲生的骨肉 他也是我心目中 唯一的爹 你 桃儿 你 桃儿 你不得无力 娘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开枪 开枪又怎么样 我愿意吗 我说过了 我们总是这条路已经回不了头 既然这样 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你们到底还想怎么样 你们杀了爹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 只要是紫外你结掌代价的人 我全都要杀 不管是严小蛮 还是戴问天 娘 你疯了 对 我是疯了 桃儿 你给我认清现实 我们一旦心软就会事故无存 知道吗 整大眼睛看着你娘 我会变成你不认识的人 我会变成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辣的人 这一切为什么呢 就是为成就我儿子 成就我这个信天不良的儿子 戴律师 你确定要这么做 大人 我状告的这些人 他们个个都穷凶极恶 不不不 戴家的二夫人 杨总管 神迹银行的岳老板 巡捕方的猪捕头 戴律师 这控告的名单里面 出了这个叫李逵的 我不认识 其他几位都是正商二届 和和有名的人士 这场官司打下去 整个上海滩看来 不被你嫌犯了才怪 大人 我只想给无辜的受害者 讨一个公道 你胭脂糟糟 却空口无凭 我要这么相信你 我既然提出诉讼 那就是有备而来 对于我的这些指控 我人证物证俱在 在未来 我都会想你一一指证 请大人放心 不不不 如果我就是不放心呢 要知道 法官不是什么案子 都可以收理的 有时候为了维护社会安定 我可以拒绝收理 某些案子 大人您什么意思 老实说 我怀疑你提出高速的动机 不纯正 大人 您的怀疑毫无根据 错了 我的怀疑 有凭也有据 因为有人拒绝你 谁 你们可以进来了 戴夫人 杨总官 戴问天 我们早就知道 你会恶人先告状 所以立马赶到这儿 来跟法官大人解释清楚 幸好我们来得早 要不然法官大人 肯定会被你的鬼话给蒙骗了 我们已经把你跟严小曼那种种罪行 全盘跟法官大人说了 你把话说清楚 我和小曼能有什么罪行 行了吧 你就别再恼羞成怒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了 难道要我们说的这么白吗 真不知道方德星怎么会有你这种寡怜闲耻的儿子 我不准你侮辱我娘 我问你 你跟严小曼到底什么关系 我和他就是朋友 朋友 那你对朋友的定义也太宽泛了吧 法官大人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跟严小曼其实是交往在先 可是后来你发现自己的身份 这样你得不到代家的财产 于是你就怂恿二少爷跟严小曼结婚 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瓜分代家 不是吗 胡说 我和小曼是清白的 开口小曼闭口小曼的 叫得这么亲热也不怕漏了馅 我问你 我们代家哪点对你不好呢 你从小被领进代家 我们对你呵护备致 你居然将仇报 太文天 你的心未免太过有毒了吧 哼 为了征家产 连你自己叫了这么多年的弟弟 都不放过 够了 法官大人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 他们的种种说辞 都是为了诬陷我和严小曼 我的诉状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阴谋者 小曼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好 那你听清楚 如果真的让我查出你和燕小曼之间 确实何谋献代家与不义 你真有诬告之情事 你将会当场遭到逮捕 大人 还有 这张统计令你看一下 严小曼已经因为结囚遭到通知 既然他身为本案原告 那么我要求你明天带他亲自到法院 以原告的身份提出告诉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你要继续追查下去 严小曼就会出现 严小曼一旦出现 寻补房就会把他逮捕 这个事什么怎么办 什么事 听我了 好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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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先跟着 等他到藏身处的时候 再动手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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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找 坐好 找到没有 都找过了 你有吗 有有有有有有 老大 没有 又把他给你丢了 干什么事的 小蛮明天去法院 虽然危险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救他 谁呀 君涛 怎么可能啊 君涛不是早就跟咱们翻脸了吗 他怎么可能救小蛮呢 君涛其实从来没有背叛我们 他一直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这怎么说啊 记得我最后一次到戴家 我跟君涛去他的房间里密谈 我以为君涛真的变了 可后来我才发现 我错了 你不能于是 我们还不受 你还不受 我 他 神 他 他 我们 他 都 我们一起救殿 其实你在我们面前总是装作冷酷 你一直都暗中在帮助我们的对吧 而且在你心里 我们一直都还是兄弟对吧 大哥 你一直都是我的大哥 可是 你不了解我的感受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 把坏事做尽 可是我呢 我却无能为力 君涛 大哥 你不该再回到代家来 你不该再踏进代家的这个大门 他们随时都会杀了你 这实在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不 我必须回来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我要跟你说清楚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大哥没有看错你 大哥 大哥 不许多好 姐姐 不许多好 我 我 有时候 我的天衬 我们都在我里面 就是小蛮 大哥 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现在你唯一能帮助我的方法 就是协助我 公开小蛮的身世 只有还小蛮代家女儿的身份 才能与二娘和杨总管他们抗衡 而且 这也是小蛮回到代家的唯一方法 大哥 你说 你说怎么做 我都听你的 你现在要做点头一件事情就是 狠狠地揍我一顿 就这样 俊涛不得不出手打我 他边打边哭 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兄弟 不管任何时候 他一定会卯足全力救小蛮的 原来 二少爷一直都站在我们这边啊 真是让人感动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只要君陶肯出手 任何事情都能迎刃而解的 今天晚上 我已经偷厨房的王师傅 带纸条给他 让他设法离开代家 我会在租界边上的桥盘等他 原来是这样 只要君陶肯大义灭妻 揭露他并非是代家的亲生儿子 并且控告他亲生父母的罪行 那么所有的事情将会来个大逆转 温天歌 你用心良苦了 你跟君陶都辛苦了 这没什么 最为难的还是君陶 杨总管绝对想不到 他的亲生儿子 有一天会在法庭上指控他的罪行 总之 等到明天 只要君陶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就能反败为胜 二少爷吃饭了 二少爷 不好了 夫人 二少爷不在房间里 不在房里啊 一定是跑出去玩了 他现在神志不清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快 叫所有人去找 就是押也要给我押回来 是 大年 先别生气 他儿一向贪玩 他也不是第一次偷偷溜出去了 待会儿回来 你可别骂他 怕就怕 他不是一时贪玩 他儿子 你想得生气 救命你 哥 君涛 君涛 哥 爹他 爹怎么了 这里不方便说话 咱们还是去你那儿说吧 走 回去说 站住 戴问天 我就知道是你 这次你跑不了了 住手 你干什么 李叔 我这次找我大哥 是劝他跟我一块离开上海的 我再也不想做你们的傀儡了 我也不想让我大哥 为代家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李叔 我和我大哥会走得远远的 有多远走多远 谁相信你的鬼话 让开 大哥 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咱们走 站住 戴君涛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旦你承认你不是代家的儿子 你就亲手毁了你爹的全盘计划 而我呢 我任何好处都得不到 既然这样 我留你何用 李逵 你要找的是我 你就冲着我一个人来 行 让他立刻回代家 让我回代家 不可能 戴君涛 万一你把我逼急了 我不管你是谁爹养的 我照杀布 滚看 你是真打算杀了他吗 非杀不可 你笑什么 哥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你会拥有 我不会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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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认识 为什么 给我追 走 哥 你快走 上 哥 你别管我 你走你的 要走一起走 上 杀 哥 哥 你们来了 军头 我不会丢下你的 走 军头 抓住他 顺便把那个小子给救上来 骂他 来来来 少爷 来来来 来来 有点à 好 抓住他 来来来来来 温天 究竟怎么了 清阳怎么了 君涛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们把君涛给抓回去了 啊 怎么回事啊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君涛 君涛出门的时候 就被李逵给跟上了 刚才我也差点被他们给杀了 是君涛救了我 那君涛呢 君涛现在怎么样 君涛拉着我 一起跳下了河 我看着君涛被救上岸 才放心离去的 小白 看来我们的计划被他们石穿了 要不是李逵够激进 桃儿岂不是站到我们的队里面去了 难怪李逵对我撂下狠话 李逵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 要是我们再不好好管教涛儿 就别怪他下狠手 他敢 我太了解他了 李逵一辈子浪迹江湖 没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的 要是涛儿再这么荒唐下去 我担心李逵真的会对他下狠手 那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要赶紧劝劝涛儿 劝 我劝得了他吗 现在涛儿的所作所为 只说明了一件事情 他没有把我当作真正的父亲 大年 你别急 这个时候责备涛儿也是没有用的 给他点时间 他会慢慢接受你的 我可以等 但李逵等不了 涛儿要是再这么胡道下去 你我就等着 等着给他收尸吧 你行了吧 别老拿李逵来吓人 既然你劝不了他 那让我来 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你这么有把握 因为至少他还认我这个娘 涛儿 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涛儿 娘知道 你对我们的做法有些不认同 但有些事情 娘一时也说不清 以后你会慢慢懂的 眼下我只希望你能够管好自己的行为 跟我们配合 等到一切过去了 你要什么 娘都答应你 这样行吗 娘也是想保护你 你千万不要以为离亏 只是随便说说 你若真的把他给逼急了 他会杀了你的 那正好 我死了 一了百了 再也不会痛苦了 你怎么说 就不怕娘难过 桃儿 桃儿 你难道不知道 你就是娘所有的希望 你凭什么在我的面前替死不死的 你的眼里全然没有娘吗 你把我当敌人是不是 你说话呀你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再也不想这样了 我跟着你们这么一路走过来 受尽了良心的煎熬 我感受到的不是幸福 我感受到的都是痛苦 我感受到的都是痛苦 不让我感受伤出来 不让你心悲愤 你力为要命 我的心态 你身与能不能够 不让我去 好 你能不能够 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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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全都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桃儿 你真的愿意答应娘 我全都听你 我什么都听娘的 桃儿 娘要你全心全意 带你秦爹为父 绝无二心 娘还要你 担负起代家的重责 做一个令人敬重的男主人 娘 你愿意 我愿意 娘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桃儿 不是娘比你 只是我们一家三寇 现在是生死与共 我们谁也不能丢下谁 娘是希望 退一步海阔天空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奶奶 好 奶奶 奶奶 你不确定